第二十節 巧克力帝國 愛丁堡 術托莉亞的內心與摩根的對話 他們都是樂園的妖精。 作為完成巡禮的證明,寓座代表維持不列顛的關鍵。 她是被選定之杖所選擇的妖精,不是反叛者也不是侵略者,而是調停者。 術托莉亞擁有正當性,即使與摩根交戰,即使使這個大帝血流成河,也不會有任何罪孽。 摩根那時對她說了,想要拯救不列顛的話,就打倒我,奪走玉座吧。 試著實行那個愚蠢的預言吧,你應該比任何人清楚,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但是打倒摩根之後呢,完成並不想做的事情,完成並不期待的事情,然後呢,她該何去何從。 這邊術托莉亞應該隱約也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在走成的老路。 前往愛丁堡的途中,與紅兔子回合了。 原本跟紅兔子約定好在愛丁堡前碰面,沒想到她先跑過來找人了。 紅兔子看到隊伍裡一下子新增這麼多新面孔。 一一介紹之下,看到庫夫林跟村正直覺認為是很好的朋友。 紅兔子牙之氏族的本性忍不住問了,你們之中誰更強呢? 哇嘻,這是個核搭按鈕啊,紅兔子。 這還用說嗎?老夫用刀背就能收拾掉了。 這還用問嗎?問十個人,十個人都會說格林比較強嘛。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決勝負吧。 駛開口的方向,你可遮不去。 這還用說法的方法。 胡說八道,你可遮不去。 傳出並替了我的手歩。 你可遮不去。 把手藍封堡前碰面,你可遮不去。 你可遮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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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可遮不去。 44-800-32 拼不施 超 congressional 一人 AMY SHE 甚麼意思 你失去… 你會把悪捷獻給你 了解 那天來要 有任何人叫你 別人,你可想要贏 讓我全形 驚喜! 星星的灰燃燃燃燃 亡人的運命都會裁掉 馬哈!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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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還還還 謝謝 這是大家的おかげ 還在吵嘴,蘇托莉亞就跟媽媽一樣的碎唸兩人快點上馬車。 說到底,強大的兩人根本不該打架啊。 進入愛丁堡後,發現這裡的妖精根本都是諾克納蕾亞推。 連建築都跟想像的不一樣,原本應該是更像遊牧民族的形式。 由於諾克納蕾亞的治國方針,將這裡變成更為富有的都市。 蘇托莉亞認為要大搖大擺的進去找諾克納蕾亞應該不可能吧? 於是很嗨的在旁邊想著要如何攻進去。 村正先是阻止了她要她等一下,接著跟立香竊竊私語該怎麼辦? 你看阿爾托莉亞那個豬腦袋又開死了啦,怎麼辦啦? 正當這邊也在討論了各種收足一時,不知不覺已經被愛丁堡的士兵給包圍了。 蘇托莉亞一副果然如此的認為就算城市風格再怎麼嚴律陣風, 果然這就是諾克納蕾亞的做法嘛! 於是也毫不客氣的想正攻進去。 沒想到愛丁堡的士兵並沒有要打的意思,諾克納蕾亞女王正在大聖堂等她們。 紅兔子想起了她之前有先預約好愛丁堡的會面。 這不是很能幹嗎?刺兔。 於是蘇托莉亞就一眼尷尬地說, 嗯,那就接受諾克納蕾亞的招待吧。 結果接獲通報的諾克納蕾亞也是驚訝, 蘇托莉亞竟然沒有正面攻進來。 急急忙忙的將準備好的小隊從教堂後面撤走,留下自己會客。 你們兩個真不愧是損友也太了解對方。 會面的雙方開始閒話加長起來, 欸那個你們去奧克尼怎麼不先講啊? 那邊我地盤捏,要敲衝不是先該知會我一生嗎? 於是賢者格林就跳出來交涉。 再怎麼說格林也是看守納座宗的人。 不過這時大火意會到,這不就是…梅芙對上庫夫林? 本來地鄉還想叫庫夫林先躲起來,不料諾克納蕾亞根本沒感覺。 庫夫林也覺得真是清爽,兩人在這裡可是一清二白完全沒有關係。 於是回正題。 被敲響的奧克尼終身代表王之氏族承認預言之子。 所以今早就收到摩根的最後通牒,要諾克納蕾亞抹殺預言之子。 如果沒能完成,摩根就會撕毀跟前代王的條約。 不過對於諾克納蕾亞正是來個開戰的理由。 條約的內容他並不想透露,只要讓預言之子他們知道這是開戰的意思。 既然術托莉亞都完成了他先前開的最低條件甚至還更之上, 那麼結盟就是板上丁丁的事了。 正當眾人都很高興結盟這麼輕易就談成時, 蘇托莉亞則是表示別太天真了, 那個蜂蜜爆發戶才不是這麼簡單的給出支援。 諾克納蕾亞也承認結盟可以,但是王是由他來擔任, 也就是指揮權在他手上,必須服從他。 作為戰利益只能有妖精,像是人類組成的原作軍, 就去他的巧克力工廠當攻風吧,反正上戰場也是當炮灰。 蘇托莉亞這一方當然不服了,既然不服就戰! 賭上下一任不列顛女王,各自的驕傲,自身的美麗而戰。 諾克納蕾亞以前代女王之名,發誓會以妖精公正的決勝負。 贏了的人除了可以拿到結盟指揮權以外, 附加獎是可以贏取一幫魔術師。 馬修大喊什麼? 蘇托莉亞一臉不明所以,但還是賭了。 不過當然不是普通的戰鬥,這裡既然是愛丁堡,全國甜品流通的主要城市。 那麼當然要用愛丁堡傳統的競賽來分出勝負,也就是傳說中的麥布競賽。 麥布競賽是自製的巧克力最為美味的人就是女王的一種對決。 於是巧克力要經擔任裁判與評審,先對預言之子一行人判定是否有製作巧克力的資格。 嗯,因爺的,要不便宜貢 什麼 STRONG 契機鬥,要不值會 有心的資格 要不打死它,要不聽得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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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他們的話叫做了 XD 作為了 XD 就像而是有不聽得來 XD 她又回答 好難怪氏 神絵不聽得來,要不聽得來,要不聽得來以後的 安貝爾 殺戴蒂夫 啊! 震了 凸凸 砕散 砕散的時刻 諦罷了 巧克力妖精證可了預言之子的資格 比賽在隔日正午正式開始 雙方都能再找一名妖精駐守 諾克娜蕾亞去月之廚房 蘇托莉亞去星之廚房 本來蘇托莉亞還有點遲疑 真的是靠巧克力比賽嗎? 巧克力妖精表示 這是愛丁堡1600年的法則不容忽視 於是安排好雙方行程,請兩邊趕緊回去準備 到了住宿地點回想起蘇托莉亞那不安的樣子 地鄉想讓馬修去幫幫蘇托莉亞 畢竟關於做巧克力馬修可是很有經驗的 在那之前小文西先讓迦勒底的人都一起交換雙方的情報 他們認為黑槍可能被貝里爾揮收走了 不過索性黑槍在這個異文帶並不是很重要 更何況他們這邊有更強的戰力 妖精騎士加拉哈德 馬修除了得到這裡的妖精騎士加拉哈德的賜名 也有原本加拉哈德賦予力量,等同加拉哈德的平方 所以馬修才能跟妖籃佔個平分秋色 簡單說就是超級馬修狀態 接著讓馬修去幫忙後 庫夫林與村正過來問立香要不要去街上謊話 照慣例的蒐集情報時間 在那之前村正本來還頗擔心術托莉亞做不出巧克力 想說要真的沒辦法就讓村正幫忙做了 不過幸好馬修可以幫忙 庫夫林就說村正你也太寵術托莉亞了吧 村正說要你管啊 而且她這是欠拍賣會的一份人情 所以才這麼幫著她的 順便嘴了一下庫夫林不是也很寵諾克娜蕾亞嗎? 難道是因為跟老熟人長得很像的緣故? 庫夫林認為雖然長得很像卻不是同一人 先說可是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她沒有被人類史影響 而是過得諾克娜蕾亞的人生 庫夫林在追逐命運 而她在享受命運 真是個自由自在的傢伙啊 在外頭晃晃時 庫夫林順帶講了關於北之妖精的歷史 諾克娜蕾亞在100年前出生 在那之前的1900年前 北之妖精聽從前代女王邁布的教會 先暫時服從摩根 次代的王之士族妖精一定會誕生 於是諾克娜蕾亞誕生後 花了100年整治軍隊與愛丁堡 成了與摩根對峙的北方勢力 在阿因賽爾的預言出現後 可不是只有摩根覺得如狼刺在背 諾克娜蕾亞也是覺得很交集吧 畢竟準備了100年 卻突然冒出個預言 會有其他人來搶她的王座 不過諾克娜蕾亞會跟舒托莉亞這麼對盤 應該是她們有同樣關係的緣故 女王之子與預言之子 一直以來 她們身邊都沒有能夠互相犯罵或競爭的對手 雖然立場不同 但是她們卻是對等的關係 接著聊著聊著 就遇上了紅兔子與哈貝喵 她們也是在愛丁堡觀光 不過現在眾人身處似乎是難民營的地方 尚未取得愛丁堡國民身份 暫時居住在此的妖精的住處 此時她被喵覺得奇怪 既然愛丁堡多了這麼多妖精 那麼為什麼不列甸的鏡頭 跟妖精力比起來沒有任何一點變化呢? 如果是前代的麥布女王是有可能的 僅僅用一代的時間將荒地建設出城鎮 然後下一代在100年後出生 這樣讓她聯想到很可怕的可能 難怪摩根不會對這裡出手 如果真是這樣 那個諾克奈利亞可能未來會變成災厄吧? 不過哈貝喵認為大概只是自己想太多了 到這裡已經沒什麼好看的了 紅兔子說要回去的話就讓哈貝喵坐上她的背吧 不過紅兔子說了一句對女性很失禮的話 你是不是比看上去還要重啊? 哈貝喵只是笑笑回 因為內在是填滿的啊 根據先前瑪修初見哈貝喵時的對話 哈貝喵的訪車是可以收納東西的 瑪修跳樓救伯格特納史 她也是後來慢慢飄下來追上瑪修 接著再看紅兔子說的 可以合理懷疑 黑槍是被哈貝喵順走的嗎? 然而現在不能還給瑪修 也是因為世界認知的問題 所以在等待還的時機 格林順便問哈貝喵 諾格納雷亞討厭人類是怎麼回事 她記得北之妖精以前都是跟人類共存的吧? 這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轉變? 當時的夏日戰爭大家都知道 大家所知道的是離勝利一步之距的邁布女王 最後接受了救世主城的調停 古在屠殺南方妖精成了王之士主 事實上其實有點偏差 畢竟都已經差一點贏了 怎麼會有放棄的理由呢? 實際上在最後一步邁布女王錯失了勝機 因為被其左右手也是丈夫的人類戰士背叛了 當然成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所以趁這個縫隙狂打壓邁布女王 逼她答應不再攻打布列典 與其他氏族達成和平條約 到了晚上,第一個敲門造訪逆鄉的是馬修 馬修想來詢問關於巧克力造型的想法 看來舒托莉亞是陷入激戰的樣子 考量到她還是新手 立鄉給了最經典造型的點子 馬修點頭稱是非常同意的往廚房跑回去了 下一個敲門的是每次都愛鬼吼鬼叫的皮克特妖精 她叫做艾肯,是諾克納雷亞女王忠實的部下 其實是女王正處於休息時間,想找一幫的魔術師聊天 於是立鄉就被請了過去 艾肯還怕立鄉太緊張,說了一些讓女王不會生氣的應對作為參考 於是見到諾克納雷亞後閒聊幾句 她便想問立鄉關於犯人類史的事情 雖然她本身沒什麼興趣,但是畢竟是政治上的事 作為打倒摩根後的對策也是需要知道一些的 幾乎說了將近一小時,諾克納雷亞對於外面還有這麼遼闊的世界感到興奮 似乎是感到幹勁施主 然而立鄉忍住了吐槽的心裡話 這時諾克納雷亞察覺對方是不是想說關於另一個世界線她的事情 不過諾克納雷亞忍住自己的好奇心要立鄉不要說出來 因為現在聽到的話她一定會痛苦的滿地打滾 不過關於一點她還是很想知道 那個世界線的她最後沒有被戀人背叛 一直到最後都是個冷酷的女王嗎? 立鄉點頭了,還說先不管善惡 那樣生活的梅芙實在非常帥氣 聽完這個結局的諾克納雷亞可是心情大好起來 不過最後聽到還是被人類用奶酪丟死了覺得不可置信 又覺得這真是命運,果然跟人類還是有所牽扯呢 接著諾克納雷亞就說出前代女王麥布真正的死因 她是因為失去戀人的痛楚變得無法戰鬥 於是被承打倒了,麥布太過相信人類 把他們當作跟自己一樣的生物愛過頭了 她與最愛的人類戰士一起復戰場 雖然對方也有回應她,但是最後還是死了 在最後的最後,眾人歡呼勝利 麥布轉身之時 最愛的戰士在品味麥布的勝利,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人類不可能跟上身為啞鈴的妖精 受命盡了先走一步,所以在一起的約定沒能遵守 所謂的背叛就是這麼一回事 麥布那時知道了自己的愚蠢 也知道那個人類戰士有多愛自己 不過這些往事雲煙也隨著進入女王力 而變成了征服不列連的野心 麥布女王在建立愛丁堡之後退營了 並告知會在100年後再次誕生王之氏族 也就是現在的諾克納雷亞 現在的她討厭人類是因為人類在戰場上派不上用場 柔弱的人類還是在她的巧克力工廠享用滿滿的福利待遇工作到死吧 不過麥香看她這麼有精神就放心了 並回搶人類可沒這麼脆弱喔 休息的時間也差不多結束了 諾克納雷亞要繼續回去徹夜製作巧克力工程 結果回到房間要睡覺時又有人敲門造訪了 這次又是誰? 被敲門生所騙的麥香其實是從窗戶華麗降落的奧伯隆視野 奧伯隆除了來這裡瞭解麥香他們的情況與處境 順便跟麥香聊聊往後的行程也聊起了關於束托莉亞的事 從束托莉亞一路走來身上的變化看來 樂圓妖精的巡禮與其說束托莉亞在成長 不如說敲鐘這事像是束縛器解開 樂圓妖精是壓抑力量誕生的 奧伯隆尊重麥香的意願,縱使幫忙預言制止這件事 對犯人類史而言只是多落點路 奧伯隆的確很關心束托莉亞,這點倒是讓麥香偷偷的察覺了 在奧伯隆要離開前,還問了束托莉亞會是奧伯隆的提坦妮亞嗎? 奧伯隆給的答案很微妙,妖精王妃只是一般故事的便利配角 作為故事舞台推動的角色,誰也不會特別去考量她的幸福 所以認為她的提坦妮亞是不會存在於現實的 隔日正午脈步競賽開始了,比賽的場地只有舞台席能夠近距離看到兩邊廚房的動作 一樓跟二樓的位置只能透過頭放螢幕觀看 附帶一提,舞台席位置的價位是二樓的兩倍 只是兩星降的小惡魔卡蓮 樂之廚房的諾克納雷亞當然是照常發揮 與其說在做巧克力根本是在創作藝術 新之廚房這邊瑪修是萬能幫手,做了非常漂亮的巧克力蛋糕 然後術托莉亞一個說要加秘方,卡蓮看了直說 你是笨蛋嗎? 接著當作沒事的繼續主持節目 加勒底這邊看完只有無言,以及格林說 要趁現在任數逃走嗎?還有村鎮的求生育極強發言 我也不知道再說啥,總之造型創新也是突破點 比賽的時間到了 諾克納雷亞交出的是用特殊塗料圖的19層高的愛丁堡蛋糕 這的確可以稱之為藝術,光是看起來一定味道也很好 而預言之子這邊交出的,是讓眾人瞠目解舌的作品 看過那個宏偉的愛丁堡蛋糕,就會覺得欸就這樣的作品 雖然簡單,但是卻是以星形作為形狀 突破了邁步競賽1900年的創新作品 在這裡的妖精從未想過有星形這個造型作為發想 作為切合情人節主題,也符合北之妖精流傳的如是最強的象徵 卡蓮甚至給出絕佳評論,居然把新實體化的創新 這讓在場的妖精都熱血沸騰了 甚至舒托莉亞還在卡蓮的訪問下給出了 注入心意也不是什麼難事的金句 於是這場勝利是在觀眾的呼聲下堂堂正正的取得了勝利 諾克納莉亞也服輸,甚至還想要買下星形巧克力的點子版權 加勒底一方覺得奇怪,難道至今都沒有人想出過這個點子? 雖然諾克納莉亞的氣場是冒出星形,不過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氣場吧 再來就是這類的創意的確是人類比較擅長,或者說脫文明的服 多數是妖精的愛丁堡恐怕並沒有這方面文明的延伸造詣 格林雖然覺得很瞎,但是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創新的力量吧 不料星形的巧克力像是有生命似的開始噗通跳動 難道說星形巧克力也是能成金的嗎? 諾克納莉亞有點不安的問起舒托莉亞 這巧克力到底加的啥? 當舒托莉亞回答這裡所有的材料 對,全部! 卡連說她剛剛看到了,舒托莉亞用奇怪的術室把全部的材料塞進去 結果現在演變成新的生命了 那個巧克力變開始發射奇怪的光束,把周圍觀眾一個個射倒了 為了維護預言之子的名譽,這下子得把那個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生命給消滅 把那個博力發射到 敵人的負責,如果! 本身這個靠石所都會enta, challenges! 有代步,色術想集的! 快笠,然是鬼呢 快笠,然是鬼呢 會不會有關係 只是鬼呢 還不會過 今後來的時候,準備才會 救死的人 快成,開箱 耍 ruim不好 耍好 耍的 有不動続 有不動 耍 履育 使用 生命協会 復唱 不動 konnte 出風 p pt 我已經是我的 我已經是我的 我沒有肉供滾 我去深海溝通 我去深海溝通 我來砍 好 你不想逃避免 好 好 你不想逃避免 飛上去 飛上去 空空 你 如你你如果有破壞 你不想要 好 你不想要 啊! 這個? 那是這裡! 可以接受吧! 我就是竜的姿勢,我正在吃丸子的樣子 最後的最後,幸運很好 巧克力最後的掙扎,射出了幾死蛋就要打在諾克娜蕾亞身上 蘇托莉亞毫不猶豫的擋在她前面擋下 昏倒的期間,夢回五年前的格洛斯特 兩人一見如故的聊天中,提及諾克娜蕾亞是王之氏族 她總有一天會讓不列顛的大地上駐滿王之氏族 諾克娜蕾亞是繼承前代女王脈部的墓地而誕生的 脈部誕生於北之妖精眾多的屍體之中 春之戰爭裡那些不斷喪命的北之妖精雖然遺體變成不列顛的大地 但是死去的他們,抗拒作為下一代誕生 剛誕生的北之妖精立即死去,如此周而復始 他們認為要用所有妖精的命促使一位王的誕生 那就是大妖精脈部,對於北之妖精而言像是摩根陛下的存在 脈部一人就是北之妖精的全部,規則就是支配與繁榮 脈部能夠將自己的力量分配給發誓忠誠的妖精 他使用自己的妖精領域,創造西之島這樣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力量減弱了不少 變弱的脈部為自己設置了護衛 結果變相找到以愛宣誓的伴侶,那是一段甜到爆炸的日子 總之王之氏族的力量就是能夠藉由分配自己的力量 就是血,給忠誠的屬下 就是女王蜂與蜂群的關係 當然這並不是可以借還的關係 只要分出去的力量越多,作為女王就會變得越來越弱 所以脈部那時候定了一個規則 只要妖精是王之氏族成員之一 氏族的力量就是女王的力量 雖然給國家發貨幣,女王個體本身會變得貧窮 但是國家本身是女王的東西,所以並沒有損失 脈部以一人之力換取一國之力 諾克娜蕾亞也奉行這個方針 接著諾克娜蕾亞捏了術托莉亞一把 她剛才在大廳聽到術托莉亞向誰道歉了吧 因為自己很弱所以道歉雲雲之類的,這點她很生氣 說到底弱小是一種錯誤嗎?會造成別人損失嗎? 生氣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吧?到底有什麼理由需要道歉? 更何況諾克娜蕾亞直覺認定術托莉亞根本是半豬吃老虎 根基其實是火山等級 現在還只能裝小貓片片的人,骨子裡根本是巨龍的傢伙 諾克娜蕾亞單身在眾所期待的環境之中 所以她對於那種天生與眾不同的存在,也深入骨髓裡的理解 接著提到了諾克娜蕾亞的夢想 原本術托莉亞以為會是什麼征服世界的野望 結果她說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願望 當上女王之後要大談戀愛一次,不是當上王想談戀愛 而是為了談戀愛而一鼓作氣的完成先代的宿願再談戀愛 那麼術托莉亞的夢又是什麼呢? 她說著想像高級妖精一樣抬頭挺胸的走在街上 被諾克娜蕾亞吐槽,那叫時尚!現在就能幫她實現啦! 兩人都有同樣沉重的包袱,也有再平凡不過的願望 無論這兩人作為敵手或者宿敵,也會是相信最好的朋友吧! 醒來的術托莉亞總算讓大家放下了心,看來只是腦震盪之類的 諾克娜蕾亞也確認邁不禁在自己輸了的事實 結盟會服從預言之子的命令 從預言之子抵達愛丁堡的時候,女王應該會召集不列顛各地的戰力回卡美洛 她們這邊也不能鬆懈,要術托莉亞趕緊回牛津敲響中 並且把聯軍通通帶來她的野營地 屆時她會同步推進卡美洛 雖然先前說不想跟原作軍結盟,但是之前與立香的談話 讓她對人類抱有一些期待了 徒有MOS毒的武器她們妖精也不擅長使用,不如就交給人類吧 畢竟她也想相信立香所說的,人類並沒有那麼脆弱 立即收拾行李回牛津的路途上,甚至還沒離開諾克娜蕾亞的領地 就遭遇了奇怪的生物襲擊,那看上去不像一般的MOS 結束 太鼻子封竭,認可感情 今天開始又的,早期 急事 真正直 太美 可靠,好點 在那邊 IOC 《 》 與他們戰鬥的是遭受摩斯詛咒的人類。 但是理論上不可能,因為人類並不會受到摩斯病傳染。 突然一個突襲被蘇托莉亞給攔下了。原來是趴般稀稿的鬼。 突然間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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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走要弄我 你能不能殺你 lover will you feel so hard? 不可 and buy money 你的指是鐵 那的紙是鎊 那的囁是天氣毒 �라 攻击的力 攻击的力、攻击的力雇aja yeah やめてやめて 一本很卡恨喔 妄想mo了 我愛你 你的那些vana 是不是 你的指也 他的指出 他的読 他的雖然 這敵是天啊! 這是我,卡烈王子的Megusa! 離手當然的拖去Gift的巴班西是贏不了預言之子的。 所以她將目標放在立香身上,將Garden拿了出來。 當立香的目光放在Garden時,就會被吸進去。 而意識到危險的舒托莉亞在立香被吸進去的同時抓住立香,也一起被吸了進去。 巴班西得意嘲笑時,瑪修想把那個虎給奪過來。 然而巴班西才不會笨到與那個妖精騎士加拉哈德交手。 一開合進就逃走了,並揚言會好好玩弄他們。 只留下在原地哭喊的瑪修。 下回待續。